中九合一選前 台南的88項槍擊案 緊接著爆發雪甲爐渣案 光電弼案 都和民進黨前中指委郭再卿有關 就連台南市監發局長陳凱琳 也遭到收押禁見 讓府城此地的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凡 再也看不下去 林飛凡22號晚上在臉書發文 痛批台南的種種亂象 呼籲台南市長黃偉哲應該整頓市政 涉及弊案的郭再卿等人都應該主動退黨 還說人在持續發生這些問題 視而不見 情況只會越來越糟糕 而郭再卿23號則發出聲明 既然中央黨官將全國敗選的責任 就責於他 他願意承擔並宣布退黨 畢竟林飛凡是月齡9萬高薪的大官 也希望林飛凡在保住官位之後 可以多關心一下青年選票流失的問題 我知道我的發文一定會激起 這個無論是郭信良先生也好 還是郭再卿先生也好 他們的這個反彈 我其實很常回台南 那我對台南生態很了解 那台南的這些種種的事情 有它結構性的因素存在 議會不應該成為郭信良也好 郭再卿也好 他們的淨卵 尊重他啦 他退黨用行為 具體的行為來回應林副秘書長 不只林飛凡 郭再卿也把矛頭對準台南市議長郭信良 點名郭信良應該退出25號的議長選舉 從這裏來我不改初衷 那這幾年配合中央政策 監督台南市政府 建設台南市 面對敬聯說 郭信良不予置評 綠營則對議長選舉如臨大敵 要求黨籍議員一致性投票 否則將採取最嚴厲處分 也讓台南市議會 相遇欲來 華視新聞 台北台南綜合報導 華視新聞看起來 趕快訂閱我們的 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歡迎按讚 訂閱開啟小鈴鐺 最新最及時的資訊要提供給你